歡迎繼續收看文化新領域 不同的樂器合奏出來的效果都不同 不知道場地和敲擊樂 合奏出來又是什麼效果呢? 今天邀請來幾位朋友跟我們聊聊天 有Jason、Jasmine、Kelly和Helen 歡迎各位 首先想問你們學了場地多久 我學了場地六年 Jasmine呢? 我學了場地接近九年 Kelly呢? 我學了七年 Helen呢? 學了十年 每個人都學了很長時間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學場地呢? 因為我小時候聽到姐姐和爸爸 一起玩場地,所以我就學了 爸爸和姐姐都會玩嗎? 是 音樂世界 你們三個誰玩得最厲害? 爸爸 Jasmine呢? 我覺得場地攜帶比較方便 可以跟別人合奏,挺好玩 所以我很喜歡吹場地 Kelly呢? 因為我小學時看的樂團表演 我覺得場地的樣子很優雅、很漂亮 所以就覺得場地很好 Helen呢? 我自己很喜歡場地的音色 我覺得它比較高音,而且比較好聽 所以我選了場地來學 我知道Helen,你除了會吹場地之外 還會敲擊樂 為什麼又會學呢? 因為場地是一些吹旋律多的樂器 我自己很喜歡節奏、強勁的音樂 我自己想學到敲擊樂 又可以幫場地伴奏 如果敲擊樂和場地一起合奏 其實是否困難? 其實不困難 敲擊樂反而幫助我們合奏 因為合奏和柳州 我們大家的拍子都不一致 有敲擊樂在,大家一起聽著就會好一點 其實要合得好一點 有什麼秘訣呢? 要練多一點 練多一點,要練多久才夠呢? 每個星期要練多久? 每個星期三至四個小時 那這樣練算不算密嗎? 我們隔個星期都會一起練 我想問一下,其實學場地 開始學會不會難度比較高? 因為可能開始吹也不一定吹得到 難不難?開始學會試試,Jason 難不難 因為小時候不夠氣去吹 大概學了多久才能克服這個難處? 學了兩、三年左右 這麼久?你們是否要學這麼久才能克服? 差不多… 真不簡單 我知道你們今天帶了兩首歌出來 我們一起細心欣賞 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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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我… 是誰你… 我不難 她我… 我… 好兄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 音乐